手游酷丸 大家好我是来的手游酷丸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是娱乐模式当中的这个高资源模式 然后这位也是出来就看到一个老哥 然后这老哥是没发现我 我打了他两枪之后呢 他也是顺着这个山的背部爬下去了 这地方写的扔一个手雷 然后手雷还没炸 然后这地方引用他出来 然后让他强制创到我这个手雷上 这本就比较细节 首先第一点我跟他打的时候他肯定是挺着了 第二我近战肯定是百分之百 还是需要这个拼抢来堵这个抢的命中率 所以说我还不如是卖他一个破绽 把手雷扔过去之后呢 骗他走过来 一切都是白扯 说句实话 他就是个人级 这个说半天 其实就是这个用人级刷一个这个手雷数 这地方也是前面跳鞋声 然后也是不知道对面在什么位置 然后我们稍微先小心一些 因为这个位置如果遇到人 其实怎么说比较不太好大 因为我前面这个sample 还是可以当做一定这个障碍来处理 所以说如果遇到这个sample 就可能前面要有人就有点难受 但这位置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爬上来了 爬上来之后呢 其实没有发现有人在这 然后也是没有找到 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对手 这位置先稍微小心一些 因为也不确定周围的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也没有看见 前面的黑眼其实挺像个人的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 所以说这地方也是不要着急 要继续往前 稍微找一下对面的一些 看看能不能找到人 这一个人碰不见 这游戏玩起来确实是没啥意思 真的 那这地方我还反应逃跑了 这个 稍微先在这个独圈边缘 看看有没有人 哎 看到人了 这老哥 这老哥明显是没看见我 等看见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大家玩这种 玩和平竞争的时候呢 我确实承认 和平竞争在某些地图的设计上 可能是比较长 然后游戏时间呢 可能也会比较长 然后就会导致有的人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 有一定时间的愣神 就比如说在跑道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愣神问题 但是我认为 没有必要 因为你玩游戏 之前我听过某人说过一个事 就是如果一个人 连玩游戏都懒 那基本上就 没什么劲了 说的也是 这位置我先稍微歪点头 因为我是看到这个人了 然后他底下那个人 是在开枪打我 然后被上面防眼这个人打着了 然后我也是 稍微瞄一下这个头 然后没有瞄到 看完第一枪的时候 其实我犹豫了 我这地方就是 跟大家反向展示一下 这个SKS SKS身为一个连举 其实像我 我刚才那样错误的人 有很多 就比如说开完一枪之后 直接选择不开第二枪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问题就在于 如果你这时候 开第二枪 其实是有几率 或者是连开枪 是有几率 直接在一个点上 打死对面的 但是我刚才那个位置 我就是把它当做一个 纯粹的这个正统句来用了 就开完一枪之后 直接往后拉了 因为我有点害怕 我怕我一枪没打死之后 害得上阻弹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 我用的是SKS 这个 这位置 知道我个98k一枪给我爆头了 有点难受 真是就前期那个失误啊 我刚才那个位置 如果我不选择 打完一枪之后 直接往回拉的话 其实有概率是能直接连点点死他了 还是有点怂了 有点难受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游戏 依然是这个和平经营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的SKSR 感谢您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